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次甘天雅老师 那我们现在做一道题 那如果我要你把以下的这些音符一个一个表达出来或者说出来 你会怎么表达 那先给大家请暴动时间自己思考一下 那我可以请在这一二三三个选项里边选择你刚才脑子里边想的 并且把答案打在公屏上面 3 2 1 公布这些答案 那么这个答案是3呢 1 答案正确的前提是你要提前说明F是主音 所以说半对半错 那么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2的话 那么请你好好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为你准备的 那今天我想讨论一个话题 关于唱名和英名 我相信今天的内容一定会引发起争议 也会颠覆一些同学的认知啊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一定要拿出来说一下 希望你看过这个视频以后 请不要再把英名和唱名搞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国内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但就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比较夸张的是我看就算是现在很多网上的一些比较不太正规的一些阅理教学 还在用不合理的方式去表示误导了更多的人 首先我这边不针对任何人 我只是阐述我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方法比这种方法要更好 当然了无论什么方法 只要你能够实际用在音乐演奏中 那就是OK的 我只是给一些可能有一些误区或者说疑惑的出血者做一些解释和疏导 并且呢我在这边只代表现代西方音乐教学 那是以Blues Jazz为主 衍生出去一些比如说Rock R&B Funk Metal等等的现代的西方音乐 或者说以黑人音乐为核心的现代西方音乐 我们不谈论任何古典乐和任何名乐的话题 那回来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选了R 这种表达方法在国内被复语了一个听起来很高端的名字 叫做固定唱名法 那我的教学经历告诉我 国内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还在用这种素维方式在记忆和表达音符 首先什么是唱名 唱名是把音程关系给它一个音节给它唱出来 那我们用的最多最常见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特别表示纯一度大二度大三度纯四度纯五度大二度大七度 这七个音程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看到F马上说它是发 那么请问为什么F一定是发 为什么F一定是纯四度了 F就在C调料里面才是纯四度才是发 它在F调料里面它又是Do它是一级 在降E调料里面它是Red它是二级 在降级大二度里面它是C它是七级 所以这是国内很多朋友的误区的来源 所以唱名按照理论上来说 是依附于音程关系存在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国内很多地方你会看到 唱名是依附于英名来表达的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固定唱名法 那也就是说把CDEFG这些英名 固定唱成Do Re Mi Fa Sol 那不管什么调都是这么唱的 这是在国内挺常见的一种教学方式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上音乐课老师也这么教的 那我个人其实比较反对这种方法 那我相信肯定很多在屏幕对面看视频的同学 会更习惯于这种方法 甚至会想问这种方法做辩解 先别急 先听听我的理由 第一 我在国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老外 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或者演唱音阶 那虽然这不太讲道理 但这却是最有利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很简单 不管你的方法好不好 我们玩的是人家老外的音乐 请用别人老外的方法去学习 这不是什么从好没外 这是事实 因为更多的好的资讯教学还是在国外的 如果你习惯了一套比较奇怪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那到时候你去深造或者进一步学习的时候 你会很不习惯别人在说什么表达什么 你也很难快速的把你这样表达的表达给别人听 我觉得这是非常核心的一点 如果你经常看一些外文的教学视频或者资料 那我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方法的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说 它只能很简单的表示C大调音阶 但凡碰到任何其他的调式其他的调性其他的大调其他的小调 都会存在一些升降号的问题 并且这些音符之间的观念会被非常混乱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会觉得音阶乐理非常难记非常难背的原因 其次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人说到小调音阶就是 那说到一些调性也比如说Dorian就是 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会让你越学越晕 觉得自己学了半天都没有任何的作用最后放弃了 我经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这归根结底还是这个固定唱名法的误导人 最后就是容易产生误导和误会 这其实和刚才我说的第一点原因差不多 因为如果所有人表达音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么当我们交流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当你和老外一起玩音乐的时候 我保证你用这样的固定唱名法 去表达一个音阶或者说一连串音符的时候 老外绝对是闷逼的 所以不管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至少在表达出来的时候 请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避免产生误会和这倒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问题来了 那如果遇到升降号 或者说一些小音程或减音程怎么办 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一个音程关系都有一个自己对应的唱名 所以你也可以去补充一下 那小调音阶的 如果你非要用唱名去唱出来的话 应该是 OK啊 那我看到这边呢 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有一种情况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固定唱名法是合理的 或者说我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非常非常 非常纯正的这个绝对音感 也是非常非常纯正的固定调四维模式的话 那我觉得你使用固定唱名法去演唱 或者表声音阶是OK的 而且是可能对你更简单 但是同样它也存在着这个升降号的问题 而且首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满足 刚才我说的绝对音感和完全的固定调四维模式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相对听感 或者说是手调 或者说手调结合固定调的这种四维模式比较多一点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非常纯的固定调 或者说绝对音感的话 你去演奏古典乐 学习古典乐可能会有点优势 但是如果你去学一些现代音乐的话 比如说blues jazz 或者说演出其他的音乐 摇滚啊金属啊funk rmb 反而会比别人碰到更多的不必要的一些困难 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 老外其实很少用唱名来表达音阶的 要么直接用字母 要么直接用数字 也就是音程关系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高脑 那干脆就不要去想什么唱名 但是如果你觉得唱名可以帮助你演唱 也ok 但是一定要基于音程关系去记 而不要把唱名和音名搞在一起 当然了在你非要唱或者非常哼一个旋律的时候 你也可以干脆用一些随机的音节 我拿一个我最近看的视频举例子 是我最近昨天晚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做Jazz教学的频道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你把你关于音名和唱名的想法看法 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讨论 那此视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一起来讨论 所以这就是本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电影台的相关资讯的话 请不要来关注我哦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 也不要忘了三连加点赞支持一下 这是干脆老师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